雅各博书第三章 我的弟兄们,你们做教师的人不要太多,该知道我们做教师的要受更严厉的审判。 实在,我们众人都犯许多过失,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便是个完人,也必能控制全身。 试看,我们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就可叫他们顺服我们,调动他们的全身。 右看,船只虽然很大,又为大风所吹动,只用小小的舵,便会随掌舵者的意思往前转动。 同样,舌头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肢体,却能夸大。 看,小小的火能燃着广大的树林,舌头也像是火。 舌头这不易的世界安置在我们的肢体中,玷污全身, 由地狱取出火来,燃烧生命的轮子。 各类的走兽,飞禽,爬虫,水族都可以巡浮, 且已被人类巡浮了。 至于舌头,却没有人能够巡浮, 且是个不止息的恶物,满含致死的毒汁。 我们用它赞颂上主和父,也用它诅咒那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 赞颂与诅咒竟从同一口里发出。 我的弟兄们,这事绝不该这样。 泉源岂能从同一孔穴涌出甜水和苦水来。 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岂能结橄榄, 或者葡萄树岂能结无花果, 咸水也不能产生甜水。 你们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 让它用好品行,彰显它的行为是出于智慧的温和。 若你们心里怀有恶毒的极度和纷争, 就不可夸耀,不可说谎违反真理。 这种智慧不是从上而来的, 而是属于下地的,属于血肉的,属于魔鬼的。 因为哪里有极度和纷争, 哪里就有扰乱和种种恶行。 至于从上而来的智慧, 它首先是纯洁的, 其次是和平的,宽忍的,柔顺的, 满有人词和善果的, 不偏不倚的, 没有伪善的, 为缔造和平的人正义的果实, 乃是在和平中种植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之犹